其他朝点新闻来关心新北市金山区 阳津公路的一处自来水厂的进水厂 昨天边坡土石突然崩塌 还一路滑向路面挡住了双向道路 不但独碍交通 还有三座快绿桶也损坏 导致大量的水不断的流向道路 好 虽然公务段连夜抢修之后 在今天早上已经可以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了 但还是有大约300户污水可用 有5000多户减压供水 道路预计在下午6点前 单线双向通行 边坡土石大片崩落 挡住双向道路水不停流 加上雨势不断道路变成湍急小流 因为山坡上的自来水厂 进水厂突然坍塌 快绿桶从山上滑落至山下 就怕有人被压伤 警方赶紧确认现场状况 参放处位于新北市金山 阳津公路4.5公里处 中日晚间9点进水厂突然坍塌 白天重返现场山坡坍塌面积 清晰可见 从山上整片滑落至山下 水管线路摔成一团 交通受阻 上班族心急如焚 受阻骑到下面就好了 然后走全部上去 对啊 我们公司在那边哪里 跟雨市地形抢时间 公务段连夜抢通 早上终于能单线双向通行 但进水厂这么一垮 影响六谷里两百六十多户 无水可用五千多户减压供水 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谁 你能用到这些 昨天是两线全部都封闭 那经过漏夜的抢修 目前是可以让我们的车辆 单线的双向做管制的通行 经初步调查崩塌原因为台俄线 上方边坡土石滑落 连带影响进水厂冲回快绿桶 索性崩塌瞬间 无人在场 没有人员受伤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